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垃圾 圈钱等 但这并不能囊括所有的国产电影 因为有的电影确实很好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忽视了而已 比如 今天强烈案例的 天狗他没有大牌明星加盟 没有绚丽的特效 也没有露骨的情暗镜头 所以 该片场被列为容易被忽视的国产佳作 但影片的那种声蒙与个性 那种激情与震撼 那种顽强的现实主义姿态 在今天来说也是久违的 因此 杜瓣评分8.4 拿金鸡奖和华表奖 有人说 若剪掉最后五分钟 这片会十分 但如果没有最后几分钟 这片绝对不能过审 也不会上央史 拿奖 该片根据张萍先生的小说凶犯改编 而小说是由真实故事改编 原著更真实 残暴 结局也更意味深长 因此 营犯上映难免有改动 影片一开头 就跑出一个悬念 一桩凶杀案 判员 村 有钱有势的孔家三兄弟被人枪杀 造成两次异伤 嫌疑人李天狗 狗子 重伤 躺在医院 而白天身负重伤的李天狗 如何杀人 杀人之后 他同样躺在医院 是英雄还是犯人 这两个问题一直贯穿于本片始末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 还要从狗子进村说起 狗子是一名在战场上 受伤致残的退伍军人 为了照护他 组织安排他和妻儿 来到坎原村 担任护林员 进村第一天 他受到全村人的热烈欢迎 男女老少气刷刷地站在路边 鼓掌欢迎 村长用接待客人的最高规格 给狗子接风洗尘 等狗子一家回到家后 乡亲们热情依然不减 这家送来一只鸡 那家送来一只鸭 各种蔬菜 水果更是不计其数 仔细想想 狗子只是小小的护林员 没钱没权 为什么会有这等待遇呢 等狗子去树林视察后 他全明白了 他所管辖的树林里 大片的树木不见了 只剩下光溜溜的树桩 没错 判原村民就是一 靠非法砍伐树木生活 而耐心礼物只是贿赂狗子的赃物 也许以往的霍林员面对村民们的热情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各自相安无事 利益互补 达成微妙的默契 但是军人出身的狗子 正值 有原则 坚守自己的岗位 回家后和老婆把礼物 通通归还给村委会 并张贴告示 明确自己不接受贿赂 在外人看来 这是轻正连结的表现 但在村民眼里 这是变相提升贿赂金额的举动 而这也触及了 全村人的利益 尤其是本村最有权势的孔家三兄弟 三兄弟才大气粗 是本村实际掌舵者 他们在村里横行霸道 不管大人小孩 看见他们都要哆嗦一下 为了拉拨狗子 三人软硬兼尸 他们邀请狗子一家到家做客 大鱼大肉伺候 并抛出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 狗子 你一句话就成万元库了 而狗子断然拒绝三兄弟 不留情面 狗子先是断送了村民生财之道 现在又得罪孔家三兄弟 等待他的啃 定时 被报复 村里唯一的警被锁起来 狗子一家断睡了 接着断了他家的店 写给外界的求助信 也被拦下来 但生性不认输的狗子 依然没有拖鞋 没水 他就买个乐喝 吃可乐馒头 没店 就买蜡烛照明 不寄信 那他自己亲自去城里寄信 面对全村人的疏离和敌势 他用一己之力对抗着整个村庄 狗子像陌路英雄般 发出最有力的呐喊 动土坎原村虽地处偏远 经济落后 人缘稀 少 但这里更像是某些环境下 人性的真实刻画 村里有屈服于全市的愚昧村民 有敢怒不敢言的退路军人 还有任由全市摆布的傀儡 说到底 他们都是利益的奴隶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狗子 这样的鱼目脑袋 有钱不赚 还要当别人赚钱的路 他们不明白这世界除了金钱 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去守护 孔家三兄弟一声令下 全村村民围攻狗子 他一人对抗整个村子 动土及时被刺一刀 身负重伤 他没有屈服 因为狗子要守护的不仅是树林 还有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 而本片让人比较深刻的还有 他的特写镜头 村民的脸经常占画面大部分 甚至有些变形 而这样的处理 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奸诈 令人毛骨悚然 是的 这群村民既是受害者 也是帮凶 既可怜又可恨 一瓶可乐2.5元 村民卖给他3.4元 一根蜡烛稳步值钱 卖给他一把值36元 而被听不见 却震震忧 此的诬赖狗子老婆 当和善的相亲问私下伪装后 就会立马变成冷血 阴险的凶手 而狗子没有倒在战场上 反倒倒在通胞手里 片子到这里 结局本来刚刚好 但结尾处上级组织查明真相 还给狗子清白 而他也没有死 成了植物人 儿子也成为一名军人 就是这五分钟的结尾 电影被搭上了 主旋律的标签 看得出来 导演为了电影 确实有些妥协 但不遗憾 因为天狗已经足够深刻 足够生猛 足够揭露现实了 其实 现在亦有反映现实的 国外电影火了 就有一堆人酸 国产电影多烂 多不好 但是 抛弃某些政治因素而言 中国也有深刻的电影 只不过有些被低估 被淡忘了而已 不以国族论成败 孟非开队菜局 你去长沙玩手机吗 本月23日 12强赛将重燃战火 国族将在主场迎战韩国队 近日著名主持人孟非 在个人社交网站 发表严谱怒对族协主席 蔡振华 他认为我们有亚洲三流的国祖 却同时拥有亚洲一流的中超 这是钱多人杀的表现 孟非同时附上了19日下午 族深改座谈会 蔡振华主席 表态中超亚洲一流 族改不一国 族成绩乐成败的新闻截图 孟非在个人社交网站 中写道 不以国族论成败 以什么论成败呢 中超亚洲第一是足协的功劳 还是金主爸爸们的 国族亚洲三流 中超亚洲一流 这种局面不叫人傻钱多 你教我一个词 23号一去长沙玩手机吗 孟非成名与著名的相亲 类节目《非诚勿扰》 在节目中常常能讲出一些人生金句 而让许多观众受益匪浅 因此孟非也被粉丝们 起了个昵称孟爷爷 孟爷爷言此激烈地发表此言论 可以看出 是一个真球迷 对中国足球目前发展状况 感到着急的表现 中超各队目前在全世界砸钱抢人 成为足坛最大的一批金主爸爸 而国族成绩惨淡 世界杯御选赛出现希望渺茫 而在新闻截图中 蔡振华表示 足改不以国族成绩论成败的言论 让孟爷爷十分恼火 对此网友们言论不易 有的网友认为孟非的言论一针见血 拳拳倒肉 倒出了中国足球目前的问题 也有网友认为 只有一流的联赛才能慢 慢去带动国族的成长 孟非作为外行人 不该对此评讨论 足于飞鸿工作间隙烟隐发作 吸烟姿势满分 身边工作人员一言 步娱乐圈吸烟的明星其实很多啦 可是当街背拍并且 吞鱼吐鱿酷帅满分的倒比较少了 妹妹没有想到 蒋琴琴其实也是要吸烟的 前段时间正爽吸烟 还霸占了好几天的热搜 这里妹妹是看到了余飞鸿当街吸烟 左手捧着咖啡 右手加烟 从姿势就能看出她的烟灵不短了 不过当街吸烟也是挺没有包袱的 身边还站着几位工作人员 等 找她吸烟 围在一旁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 有一位木讷地站着 另一位拿出手机等着余飞鸿 吸完这一吸烟 大家看起来都挺悠闲的样子 估计是余飞鸿烟隐发作 只想快吸烟一根 然后跟着工作人员上路感通告吧 这张照片看起来余飞鸿像是在跟工作人员说运啥 但是两个人一人玩手机 一人眺望远方 没有人应答余飞鸿呢 曾经也看到蒋勤勤出门会好友 在路边喝茶聊天 期间很自然地拿出衣 直香烟点上 接着就开始吞云吐吾 蒋勤勤一边吸烟一边跟好朋友聊天 气氛很好 交谈甚欢的样子 估计是聊天太过投入 所以没有发现偷拍她的镜头 不过蒋勤勤自从嫁给陈建兵之后 就渐渐淡出 这好像是出门买菜的时候 顺路见了个朋友吧 不过蒋勤勤这吐烟的姿势 被捕捉到了 真的超级冷 好像鲸鱼要吐泡泡了呢 说老实话 郑爽西烟这个真的是妹妹比较意外的 但是想想郑爽这人吧 给自己的压力很大 所以西烟书解一下也很正常的啦 说到西烟就不得不想到王妃啦 王妃真是实实在在的老烟枪了 西烟姿势大气十足 不过妹妹怎么突然发现她跟于飞红那么像呢 这是于飞红最近的照片 无论是武光还是脸型 甚至说从气质上来看 都跟王妃有很高的相似度 一直就觉得于飞红身上的气质很熟悉 没想到是撞了王妃啊 最近于飞红拍的照片 真的有一种王妃即适感 不 过两人在性格上 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王妃这个人吧 性格直率而且有点尖锐 要是说到她不满意的话题 她是真的不会配合的 但是两个人都是很有韵味的女人啦 各有各的美 也讨论是说到她不满意